清晨,在湖南长沙尖山映像工作坊小区门前的取水罚前,一辆环卫车正在取水,与普通取水罚不同的是,它旁边立有一块专属取水口名片。 这是长沙高新区市政园林环卫有限公司的专用取水口,水源来自收集在地下的雨水,水质可用于绿化保护,道路浇灌,且价格要比城市自来水低20%,该企业所用水源正是中国首宗雨水水权交易的水资产。 2020年底,中国首宗雨水交易在长沙顺利成交,湖南雨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,以美立方米0.7元的价格,购买了湖南高新物业有限公司,急需在尖山映像公租房地下的雨水资源使用权,在以美立方米3.85元的价格,转让给长沙高新区市政园林环卫有限公司。 近日,中国水权交易所办发了中国首宗城市雨水水权交易见证书。 我们因为是全国首宗雨水资源的资产化和水权交易试点,所以我们感到也很光荣。 我们海民城市建设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就是雨水,把雨水资源变成资产, 然后通过市场交易把它变为海民城市的投资的这样一个行为。 然后通过雨水资产的合同管理和水权交易,挂牌上市以后, 然后为未来20年30年的资产收益做绿色金融。 近年来,长沙积极探索建设海绵城市, 以累计建设雨水收集利用工程500余出, 建成7万多立方米的雨水综合利用系统。 此前,由于缺乏雨水资源利用刚性征则措施等因素, 长沙的雨水资源利用率较低, 部分存需在地下的雨水变成黑臭水体等新污染源。 通过海民城市建设,把城市的雨水资产化以后, 它就有很多方面的好处,就是一个是减少内涝, 第二个是减少雨水浸流带来的面源污染, 第三为政府的财政节约大量的投资。 据悉,目前中国各地的环卫氯化等用水, 大多是和饮用水同级别的自来水, 但非生活类用水很多时候可用雨水替代。 对此,湖南雨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福安表示, 公司研发了雨水蓄水模块及处理技术, 将滤地、房屋及地面的雨水汇总后, 要通过节屋挂栏、气流过滤、雨水过滤和消毒等技术环节。 处理完的雨水水质能达到国家杂用水甚至饮用水的标准。 咱们收集这个雨水,目前主要是用了一个绿地的浇灌, 然后一个景观的补水,还有撑厕所, 还有我们的消缓用水, 还有我们的洗车啊,这些都可以的。 作为中国海绵城市早期发起人之一, 刘波还建议, 湖南可以成立地方区域性水权交易机构, 把洞庭湖及湘江水系的水资源管理起来, 用雨水资源的资产化和水权交易促进雨水产业发展, 为绿水青山便金山银山建立其自然资源资产市场交易和投融资通道。